身处分乱之士 心存健康之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一加一防医生心灵 我是啾啾 今天是美东时间2023年7月1号 从现代科学来看 就是清光眼是不可逆的眼睛疾病 那患病人数更甚慢性肾衰竭 包括忧郁症等等的疾病 而且有眼科医生说 一旦确诊了清光眼就应该积极治疗 那目标是控制视力不要进一步的恶化 因为根据统计 如果没有积极治疗清光眼 有25%的患者 有可能面临失明的问题 为什么清光眼会出现呢 能否提早检测 有没有可能早发现早治疗会更好吗 逆转清光眼其实有办法 到底要怎么做 想要了解的朋友请继续跟我们讨论 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 好的那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 请到干净世界 干净world.com去申请一个账号 因为未来有些关键重大的事件 我们会在干净世界 干净world.com上面的健康一加一频道 做出完整的播出 所以请务必要先申请一个账号 才不会错过影片最新发布的通知 好的那今天的直播呢 欢迎观众朋友加入 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新医堂中医诊所院长吴国斌医师 哈喽吴医师您好 小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吴医师啊我们说到清光眼 很多人一听到清光眼就会觉得好像令人很害怕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他是不可逆的 而且是导致眼盲的这个应该是说排名第二位 所以当我们出现就是眼球胀痛啊 或者是包括头痛啊 很多人就会开始说 哎呀我是不是有可能有清光眼 但是其实也有资料说清光眼初期其实没有症状的 所以我想请教吴医师到底清光眼有没有症状呢 好的 其实清光眼其实他有一定的症状 只是一开始会被大家所忽略 我们在了解什么是清光眼之前 我想就是我们先了解什么是防水 就是眼球前面这个防水 这个姿势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在眼球前方这个防水呢 是由结状体它所复迷的 然后它会经过眼球后方 眼球的那个后防 然后经由瞳孔流到眼睛的那个前方 那接着呢就是由前方的那个鱼角小梁网排出去 所以会流入我们的静脉回到我们的血液循环 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它这个前方的鱼角这个排水发生异常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鱼角有闭锁啊或防水排不出去啊 这样都造成引压过高 然后这个压力呢会由前往后压压到我们后面的视神经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 因为它防水排不出去 排不出去 所以它眼压很高的时候会造成一个急性的清光眼 这时候急性的清光眼睛就会非常非常的脏痛 甚至会头痛呕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急性清光眼的一个一种指标 再来就是说我们的清光眼其实可以分为两种 大方向先分为两种 一种是原发性的 一种是续发性的 原发性就是它其实就是有点原因不明 续发性是某些原因所导致的 好那先讲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原发性的鱼角开放型的清光眼 它发病原因其实到目前来讲就是比较不明 但是目前已知的可能的原因包括 所谓的年龄啊种族家族史近是心血管系统异常 大概是这些 那第二个就是鱼角必锁性 那就是我们的鱼角必锁性 就是说你防水排不出去眼压突然飙高 就像刚刚讲就是你会造成的眼压过高 这时候会有刚刚讲的湿力模糊眼睛脏痛 甚至恶心呕吐 这个要赶快就医 因为它可能很快会导致你的短时间之内的失明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续发性的一种鱼角开放型的清光眼 那在这个类型里面最常见的就是使用一些比如说眼睛用的肋骨唇 或者是你的前方有点出血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第四个就是续发性的一种鱼角必锁性 大家注意到你只要遇到必锁性了就会很危险 因为防水排不出去眼压突然升高 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我们会比较担心的 通常你如果说你眼压突然胀痛很难受的时候 通常第一个你会建议你先找眼科医师 把眼压把它降下来 先让它眼压稳定 不要快速的造成势力恶化 是那其实吴医师 因为很多人担心清光眼 就是担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 为什么清光眼会造成失明呢 清光眼的失明我们刚刚举了四个原因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这么多原因 其实就是续发型的话 就是某种原因导致嘛 你把它解除掉 可能你的清光眼的问题可能暂时就解除了 但是我们现在最想谈的就是 发生机率最高的就是 原发性的鱼角开放型的清光眼 所以我们等一下所讨论的就是以这个为主 这样会比较清楚 那为什么就是说 你清光眼会造成我们的那个失明呢 其实我们如果说在 在西医现在的检测其实很清楚 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去量眼压 这个如果说你的眼压要持续的增高 而且三次的眼压 这三次的眼压可能是不会在同一天 不在同一天 但是在同一个时段去量测 比如说都早上九点去量 这样子不同三天这样去量 那在三次的眼压这样量起来呢 就是大概都是大于25毫米拱柱 然后我们正常的眼压大概就是 其实就是大概10到21 你如果大于25眼压真的是比较高一点 因为如果说你检查出你眼压是属于高眼压状态下的鱼角开放型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典型的你的清光炎的视盘跟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层发生的改变 另外一个比较麻烦就是说你的视野开始有缺损 当你有这些条件的时候就是表示你其实开始有清光炎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去注意 其实最麻烦就是说很多人清光炎它发生的时候就是说 其实它发现的时候其实都比较有点严重 因为它在视野开始缺损它才注意到 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比较恶化的 所以我们其实它其实这个发生其实是有一个阶段性的 在早期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小梁这个细胞 它有可能它一开始形态开始有点变化 然后开始你可能比如说葡萄膜拱膜防水流出产生障碍 然后你这个防水流出受到阻碍的时候 之后会导致你的视网膜的神经节细胞出现凋亡 也就是说你后面眼球后面的视网膜神经节的一些细胞慢慢的死掉了 因为它是慢慢渐渐似的所以你不太会发现 可能会觉得眼睛有点脏脏的有点乌乌的 鼻根出来有点酸酸痛痛的 在中期就是眼睛脏了 然后重点是看东西开始有点发暗 好像东西挡住了这样子 在晚期可能你的眼睛发脏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整个直接挡住了 甚至有的人比较严重几乎快失眠 只看到一点点亮光 那我们中医其实有没有机会帮得到忙呢 我觉得其实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当然我们不敢讲说百分之百都可以治疗 你这样讲也是不客观 也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但是我觉得说当你一个 你努力用中医来调理的话 中医是整体的调整 所以不只是整体身体的调整 你眼睛局部也要做调整 所以它整个身体的改善 其实是有的人状况会比较好 谢谢吴医生 我想其实青光眼的有青光眼的朋友听到 吴医生这么讲 心里起码压力会比较解除一点点 因为确实因为为什么会担心 就是担心说这个青光眼其实不可逆 然后好像就是救治都没有希望了 所以我们再继续请教一下吴医生 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 眼压跟青光眼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想进一步请教 哪些因素会造成我们的眼压高 甚至包括我们的视神经萎素 其实刚刚一开始我们就提到 就是说西医的一个对这个青光眼的病因 其实一开始认为是不明的 中医在古代 这个青光眼的古代称之为清风内脏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没有明显的不舒服 只是结果眼珠子慢慢的越来越脏 越来越硬 那古人因为他的病后他的同事的淡青 所以称之为清风内脏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古代有一些医家已经开始讨论他的病因 他病因在明朝王肯唐的政治准省里面 他就提到了一段话 这段话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是把青光眼的病因把它讨论出来 因为我们一定要把病因讨论得很清楚 我们才知道怎么去预防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把这段念给大家听 大家看一看 所以说因虚学少之人 即那个节劳心思 忧于奋惠 用意太过者 没有此患 然无头风 弹气火攻者 则无此患 那这段话其实就很重要 因为它就包含了 你的那个青光眼的原因 然后呢另外呢 还有一些是说 它这边有提到很重要的一个点 然而没有头风弹气火攻者 则无此患 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状态下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这个青光眼 好 那我们现在详细来谈一谈这几点的重点 比如说我们把它讲成白话一点让大家可以理解 比如说第一个它整个讨论就是说 第一个比如说比较忧郁烦恼甚至容易生气 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肝气就预制你的气血就凝制住了 这时候气血就不通了 第二个就是你的皮虚皮湿会生痰 然后你这个痰就表示你的代谢开始变得不好 那代谢不好的这个代谢不好的产物呢 这个中间的痰就是生气代谢不好的产物 包括了你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痰液啊 包括我们血液里面的一些血脂肪胆固醇 那也是属于一种痰类的 然后它育而化火 育而化火就是预助了产生慢性的发炎 大概是这个意思 再来就是你劳师 你想太多用脑过度的时候呢 太过于劳神的时候你要耗损你的真因 真因就是你的我们讲中间阴阳嘛 你的阴的能量就会被耗损了 什么人在这个情况下最容易耗损 就是他比如说有些电脑工程师啊 他常常就是要用电脑啊 对不对有时候可能熬夜要加班这样子 当你用脑过度的时候他会讲就是说 我们这个脑呢其实他是这样讲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肾足骨生水 所以这个水呢是属肾所管的 但是脑是整个那个水之海 所以这个脑呢是整个是那个水的 这个脑水是整个精水的这种集中的地方 所以用脑过度其实到时候会耗我们的真因 耗我们的肾气 肾的能量 所以所以你用脑过度呢其实不只耗我们的肾的能量呢 其实对我们的眼睛的耗损也是很大的 我的临床今天有一个很特别是说 这些轻狂眼的患者很多都是脖子特别的僵硬 他的颈椎错位卡住了 这些患者他常常会整个头会脏痛 从脖子上来整个会脏痛 然后脏痛到眼睛会好像被抓住了一样 那其实这个长期你看到你眼睛被抓住了 这个循环不好会发生什么事 你的眼睛的所有的毛病可能都出现 包括你有可能刚刚视神经萎缩 或者是白眼障的轻荒眼 所有的眼睛所有的毛病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你必须把这边把它弄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另外你的身体的代谢循环都要把它变好 不然的话很容易产生这个眼球 包括整个的循环的障碍 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 比如说习惯会导致轻荒眼 我们再讲一些生活化的东西 比如说你失业啊 失眠啊 熬夜啊 这耗损我们的真因 我们的因的能量就会耗损 那3C产品使用过度的话 就是你的眼睛看得一直看 所以你的用神啊 眼神 包括你的思想的这个神会耗损过度 另外呢 比如说我们的 比如说你忧郁生气久做 有的人可能工作常常做得不到 比如说做电脑办公室多的人 他常常会就气就寓住了 或常常生气的人也会有这个情况 另外比如说你常常大吃大喝 那你的代谢变得不好 刚刚讲皮丝可能会生痰 痰会化火 另外比较比较 有些人比如说在睡觉前啊 或者是在比较暗的地方呢 用滑手机 这个强光对我们的眼睛会有直接刺激 当然会对我们的视网膜啊 跟那个视神经的伤害会比较直接 这几个呢 就是生活上的习惯 容易导致我们的清光眼的一个情况 谢谢吴医生为我们介绍 那当然刚才讲到这些生活习惯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是可以避免的 比如说不要在夜里啊 去滑手机啊 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尽量保持 我们的睡眠的品质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尽可能避免的 但是刚才吴医生提到要怎么样去 因为有将到肩颈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会请吴医生来为我们讲解 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避免这种清光眼的发生 但是呢有一些会增加头部 眼压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像趴坐啊 或者是需要憋气出力 比如说头下或脚上的这种激励训练 这些训练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清光眼的发作呢 会啊 其实比如说有人就休息的时候呢 就是他趴着睡觉 那他眼睛直接压到 当然这一压可能会压个好几时好几分钟 那当然对眼睛当然会不好 这是一种知识性的一种压力 当然是有可能 那你憋气的时候 憋气出力的时候运动的时候 甚至是有人大便比较用力憋气这样子 在引压这个往上冲 所以真的有人 也很有意思是 有人真的因为便秘 然后用力大便 发生发生中风的 真的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包括引压 人的眼底出血 其实当然都会有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要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就是你如果说控制这个喝水的量 一次不要一次大量的喝 你一次如果说喝了500cc 一次大量的喝的话 会导致我们血液的浓度 高度的被稀释 结果你的血浆的渗透压会降低 会导致我们的防水 产生会相对的比较多 另外我们要做到一些 要忌讳几个事情 比如说少抽烟喝酒 少喝农茶 这几个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 因为比如说你过量的吸烟 或者是那个烟中的那些尼古丁 会引起我们视网毛血管的痙攣 导致我们视神经的缺血 另外其实浓茶会让我们的兴奋 会造成眼压升高 所以这些都是要特别去注意的 没有想到这个喝浓茶或者是说 那酒烟我们都知道对身体不好 浓茶有时候真的也是要避免 还有喝水的量 或者趴坐睡的话 这可能要注意 可能会增加青光炎的风险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吴医师 有没有可能因为过去我们都讲说 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就会比较好 那青光炎的部分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吗 对啊 其实任的疾病都是越早发现 它的治疗的难度比较好 当你发生的比较严重 你要把整个调整起来是挺麻烦的 实际上我们中医在治疗眼睛呢 其实我们中医常常讲就是说 这个我们的眼睛治疗眼睛有一个重点 你不能只治疗眼睛 你眼睛出问题其实是五脏六腑 都会有点问题 我在治疗眼睛的疾病呢 其实有个特点就是说 我通常不会只有在眼睛周围 就是扎针 我们会把整个身体调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调理上来讲的话 就是中医其实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因为这个青光眼它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 它渐渐式的演变到现在 其实都是比较 好几年才会去找中医的 或是说它才发现的 治疗一定要有耐心 这个效果它不会马上呈现 它可能必须持续治疗一个月两个月 开始慢慢看到一点进步 那其实我们最怕的最麻烦的就是说 有些患者因为一开始觉得说 效果没有出来 他就放弃了 这会比较可惜 因为我们来讲就是说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湿 所以这个东西这样抽湿 这样慢慢抽 真的也快不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是 尤其是我想眼睛疾病的问题 确实我知道有很多的患者 其实都是去找吴医生来请他帮忙 那有时候真的是 他的治疗期程会比较长 但是不代表他是没有用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耐心 我想请教一下吴医生 接着下来就想要了解 请问中医怎么来治疗清光眼呢 好 我们中医其实在治疗清光眼的话 第一个就是最常见就是用中药 在用中药来讲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你还是要辩证论知 就是根据体质来做整体的条理 在这个条理上 我们其实可以分两大类 第一个就是饮药太高 也就是极性的清光眼 这时候呢 你饮药 极性清光眼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前面讲头痛头晕 眼珠子会脏痛 看东西开始模糊 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有的症状 在这个症状下 我们去分它身体是属于哪种类型 症状 然后给予不同的方药 比如说第一种类型 比如说它肝胆火致症 所以说它肝胆火比较旺 这时候它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它的那个眼睛这个眼轮 看起来就比较红 眼睛的黑色这个眼珠子就比较浑浊 它有一个特色是眼珠子开始变得比较硬 其实我们的眼球如果说你好的时候 就是舒服的时候它是有点弹性的 压的话有点弹性 它变成非常僵硬 因为它这个刚刚讲就是它火气比较旺 肝火比较旺 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包含了一个耳心呕吐 就是小便会比较黄 甚至会比较红 大便比较避洁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龙胆泻肝汤 第二个就是属于殷虚风冻型的话 就是它属于脑累之后它会比较加重 然后它会头晕耳鸣 口罩腌干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用一些所谓 那个二胶肌脂肪汤 这样子来治疗 再来第三个比如说就是属于水尸内停 就是它湿气太重了 消化代谢不好 所以它可能胸闷恶心想吐胃口不好 这时候可以用五菱散来加减 那这个五菱散它有点沥水 当然可以想到说 你如果说急性期那个防水堵住的时候 中药用一些沥水的一些药 对这个掩压来讲 高的其实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思考方向 第二个如果说就是当你掩压 第二大例就是当你掩压 眼睛已经比较稳定了 眼睛已经变得比较正常了 这时候你眼睛视线可能还是比较模糊 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另外一种阶段的一种 正形的分类的治疗 那这个治疗其实就比如说可以分 比如第一个是风血入落型 这时候风血是从外而来 所以它可能会就是 眼珠是一样会有点不舒服 但是它会有点怕冷 有点怕光 也会容易流泪 这个时候就是胃口不太好 这时候我们用所谓的那个除风益笋汤 这个时候来做加减 另外这时候你可能因为慢性起的嘛 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是 他的面色比较尾防 他整个身体比较虚弱 他人动一动就容易流汗 我们比如说动一动就流汗 不是说我火气大了 通常动一动就流汗 通常都是虚的居多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气血两虚的时候 你用八蒸汤大补你的气血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 另外圣经不足的就是说你可能 头晕耳鸣等腰膝腿软的 这是圣经不足的 这个时候你可能明目地晃晚 这样来做加减 整个分类 大家觉得如果说觉得很复杂 没关系 重点是有个重点就是 因为你整个塞住了 塞住的话表示身体的循环不好 你的用药里面有个基本的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通常我们都用一个活血化育药 比如说地龙红花制造 把活血通落 然后把堵塞这个细胞 毛孔把它打开 再来的话 因为它可能就是有一些防水堵住了 所以你可能用符菱、测浅脂 把它沥水 让它眼睛这个营压可以降低 这个的话就是整个用药的大法则 是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其实 就是在中医上面也有针刺的方法 那针刺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用在 轻光眼的治疗上面呢 对 其实我在治疗轻光眼的一个 用针刺方法 其实我的方法比较特别 就是说 基本上就刚刚刚讲就是 我在治疗轻光眼 通常不会只治眼睛 我临床经验就发现 如果说我今天为了治轻光眼 我只扎眼睛周围的穴道 我就发现它这个针刺完 已经感觉 哎 变得比较清晰 比较舒服 通常可能只维持两三个小时 但是如果说 我在针刺的时候 连手脚体针 其他地方一起针的时候 让它整个能量由手脚 源源不绝供应到我们的全身的调整 甚至供应到我们的眼睛 将状况好的时候 它一次针刺的效果 甚至可以维持到两三天 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 等下次在回诊的时候 在扎针的时候 才有机会一次一次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在治疗来讲的话 整体体质的调整 永远是一个中医最大的优势 所以我在针刺的时候 通常会安排大概是三组 甚至四组的穴道不断的轮流的去针刺 为什么要这样讲 如果说我同一个穴道一直针刺的时候 穴道其实也会疲劳 你刚才觉得针刺非常有效 可是你针刺到最后发现 效果没有前面那么好 最后甚至没什么效果 真的会这样 所以针刺的时候 你必须轮流的穴道 不断轮流去针刺 像我针刺的穴道 比如说眼睛周围都要皮 也可能会在金鸣球后 转竹 阳白 彭子疗 成绩四百 所以眼周 眼睛周围的穴道 先做一些针刺 另外我们的这个手 比如说可以在我们的二肩 三肩河谷 还有三叉一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后膝 后膝养老 或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神门 这个地方 甚至我们这个 当风使这个地方有一个凤眼明眼穴 这两个穴道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针刺下去眼睛会发亮 那这个是境外穴 这很特别的穴道 脚部的话 我们可能会带那个太冲 比如说太西 负瘤 光明 三阴焦 祖三里 大概这些穴位的一个轮流的选用 那腰部的话 就是我们讲圣疏 甘疏 就是用武藏能量去补养我们的眼睛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腹部就是在肚子 可能中管 下管 气牙 肝源 这个督脉 这个任脉这个系统 给它做能量的调补 因为其实是整体的一个调整 再来的话比较特别 我一定会用的就是头皮针 其实在头皮上 你做一些针刺的时候 其实你针刺得法的时候 针满眼睛开始会发亮 那这个感觉是很有意思 因为能量整个上到头 但是不是随便插就会有用 它这个我们基本上最常用的 比如说头顶会有一些百灰穴 或者是我们的上心 前面这边会透神庭 这样等往前透 那三排下去的话 它整个眼睛 珠子比较整个下来 就变得比较清晰比较亮 另外我们会比较特别是在后脑 我们后脑头皮针有个市区 一般通常只会扎三针 但是我们的经验是 如果说你并排三针 往外扩大到五针 甚至七针 而且我的方法是由下往上 这样针刺 那前面这个也是由前往后 那它能量是这样整个疏通的 是一致的督脉 这是我们的督脉的能量要一致的 方向不能相反 这样子的话 那能量的运行是非常的强大 再来的话 比如说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 眼珠子这边有一个叫木窗 木窗就是灵魂之窗的概念 所以这个地方扎下去是有帮助的 另外可能会在我们的晨光 看到那个光的概念 这个把它去争斥 另外我们可能会在耳朵 末一末二 眼点这些地方来争斥 原则上这些点呢 其实不会说全部一次全部都扎下去 扎下去就一堆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轮流的这样去组合 这样的话其实效果就是我觉得 会慢慢慢慢的显现出来 那另外您刚才也提到说 颈椎的部分也是造成 轻光炎患者的原因 我想请教一下颈椎错位 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 就是肩颈的部分啊 可以做一些归位的 就是归位的这些动作呢 不管中医系大部分的书里面 是 几乎很少有书上有记载说 颈椎这个错位卡住跟那个 轻光炎关系那么的大 只有极少数的中医的某些数有提到 那这个跟我临床的经验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轻光炎我认为颈椎是最重要的 刚刚也提到说 因为我们的颈椎呢 如果说我们在这边卡住的时候 我们颈椎里面有个椎动脉 它会供应我们头的后半部的整个一个血液的一个 循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 说实话我的临床的统计大概就是有八成的患者颈椎都卡住了 他们共同的症状就是眼球会被抓紧抓住 所以不管怎么样治疗 如果说你没有把这边打开 它这个抓紧抓住的没有解决的话 你的治疗效果真的会变得比较差 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临床观察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这里呢 其实关于这个眼睛的保养的运动里面 其实我们之前其实有提到了一些就是颈椎的保健操 还有眼睛的保健操 那这里呢我们讲几个重点 因为这几个重点是对我们保健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乌龟转头的运动 乌龟转头运动就是我们身体有点往前傾 尽量让我们的脖子跟地面平行 然后就轻轻的这样点这样转 如果说你卡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点 比如说你到这个点突然卡住了 很酸很酸 这个就是你颈椎卡住的点 就维持这个角度维持个7秒到10秒钟 好然后呢你再角度再大一点 然后维持7秒到10秒钟 大概三次之后呢 这关节就会被你打开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米字转头法 就是写那个米字中过字这个米 往上45度 大概回到中间 中间一定要停一下 再往另外一边这样对称式的这样做 来回做5次 这样子 然后再来水平的 尽量转到底 大家不要想象中我们这样转好像很简单 有些人卡住他只能转一点点 他根本转不大 这样来回转个5次 中间都要停一下 然后再往上 然后中间 然后再往下 好然后再 下面这边一样 都是要稍微 中间都要稍微停一下 这个米字转头法 再来的话我觉得有个动作 我想一定要跟大家讲就是 我们颈椎的运动里面 最麻烦的就是所谓一二椎 因为一二椎的错位其实是 基本上是非常不好调 在调理上也要很小心 如果说没有信心的或做得不好的 就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调理 那基本上我们自己 我自己个人有研发出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调理的 相对性比较安全的方法就是 我们现在首先在我们的风食穴 头骨侠这个风食穴按摩 再往外就是安眠穴 再往外 这个凸起来这个骨头叫乳凸 这里叫 往骨穴 先按揉 按揉松弛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 大拇指顶住风食穴 大拇指不动 头左右晃 借力使用 这一招非常非常的关键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这样子 借力使忆的时候 用动态的调理方式 可以让我们错位的颈椎自动归威 你一开始先从这个风食穴开始顶 等动比较松的时候再往外一点点 左右咬 然后再这个 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特别去注意 然后另外我想再公布了一个就是眼球保健的一个很重要的几个方法 那这个眼球保健的方法里面以前我们也有讲过就是有关于就是白内障的一个眼球保健的运动 那当然里面的动作可能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把这里面的动作最关键的两个动作跟大家讲 这个有必要就是再强调一遍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转眼睛的运动 就是比如说我们眼睛闭起来 然后顺时针十四圈 然后再逆时针十四圈 转完之后用力眨眼睛 眨三到五秒钟 然后瞬间睁开 眨眼睛再睁开 来回来做个三到五次都可以 这个给它做两轮 做完两轮之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 用我们的手指去点压我们的眼球 跟我们的眼眶中间这个缝 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观众很多我的患者都做错了 所以这也要特别提到 就是我们在用手指比方用食指 在我们的眼珠子跟眼眶中间这个缝把它插下去 轻轻的越清越好 轻轻的点压 由内而外你可以分大概 七八个点 然后这样轻轻的点压 为什么要轻轻的呢 当你轻轻的点压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如果你太用力的去按压的时候 身体会有一种紧绷的状态 会有点微微的痛 会有点紧绷 然后做完之后你用食指在你的这个 上面这个眼眶这样插下去 这个动作其实对于一个星光源的人非常好 因为他眼珠子会非常的脏痛 但是你这样点压完之后他整个会开始眼睛亮起来 然后会整个眼球会释放很大的压抑 所以这个动作我想是至关重要 谢谢吴医师带来帮我们复习一下就是颈椎保健操 还有刚才的眼球保健操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而且都是我们生活上可以自己来做这些运动 然后缓解我们眼部的这种不舒适 甚至你包括你有包括白内障啊 青光眼都可能有机会让你逆转 但是吴医生我想再进一步请教一下 因为面对青光眼的民众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救 就是降血压的这种快速的方法呢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耳朵放血 耳朵放血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耳朵折过来耳间这个地方 我们做一些针刺 然后从中间这里是一个点的 然后有前后这边1 2 3 4 5 这边给它做5个点 做一个点次 用23G的注射针头 然后去做方血 因为这个耳朵的针头放起来 出血量会比较顺会比较多 那点次之后呢 你再用4的酒精棉把它擦 因为这样出血量会比较快比较多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收集3个酒精棉 他觉得会不会太多 其实这个不会太多 这样点次完其实大概顶多就是 大概2 3 cc 而已啦 其实没那么多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这边下来的话 就是大概叫轮次 那这个地方也像是1 2 3 4 5 那这边为什么点次这边呢 因为这边会靠近我们眼睛的这个 颜点这个部位 所以透过这个这样子我们去这样推拉 这样去挤压这个血呢 可以把我们的透过这个耳朵的放血 抒压我们这个颈椎跟眼球的一个压力 让我们这个冲胀的这些气血得到一个疏通 实际上我有几个患者是他有那个 轻狂炎他饮压比较高的 他最后很老玩 就是我们帮他点次完 他就赶快跑去眼科医师那边做检查 他真的饮压真的有降价 真的是有降价 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个问题是 因为他饮压呢 他有可能又会再上来 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先把它当作是一个急救 你如果真的是严重的那种急性的情况也要过高了 西医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 好先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时候中西医一起协助 对大家是比较有优势的 当然后续呢 其实很多方法我们可以做调理 那这个呢 其实你在做这个放血不只可以降低眼压 其实平常保养眼睛 如果说眼睛常常不舒服 酸色甚至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眼睛疾病 其实你做这个放血 它是一个很快速的治疗 包括眼底初血 你做这个放血呢 其实眼底初血它改善速度飞快 真的非常快 我已经治疗过好几个 这是确定的 那除了说在西医的疗法里面 我想就是真的有些人他遇到问题了 他会很庞然无助 那怎么办呢 他临时要找眼科医师 或说等路途遥远又排不到 我想这个是一个可以直接帮助到大家的 我想这个特别跟大家提一下 那吴医生可不可以为我们这次清光眼 因为清光眼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困扰的议题 这次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吗 好的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急性的清光眼 它对眼睛的四神经伤害可能是很快很直接 这个时候你先做西医的治疗 我想也是有必要的 那其实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 有些人其实会稍微逆转 但因为这个时间会比较长 但我们不敢讲说每个人都有办法逆转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其实对一个清光眼 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要先解决的 他心理上的这个问题 因为当我们心理上有一个担心害怕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对我们的病情其实没有太大的好处 确实我的患者里面就是说 他是如果说心理上都是处理到这个状态 他治疗的效果真的是比较差 但是我遇到如果说他是比较乐观的这些患者 在积极治疗的情况下 他的恢复的情况确实会比影响上中的好 所以其实不只我们刚刚教的这些方法 你不断地要将你的博士放松 你可以做我们的眼睛的运动 或者是说偶尔做个眼睛的耳朵的放血 这对我们这个眼睛的那个保养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另外呢你要乐观面对未来发生可能的事情 这个是有点难 但是这个观念还是必须的 我想这个是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 是的好的 非常感谢吴国斌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 谢谢吴医师 谢谢 谢谢 那清光眼儿说的真的是现代人眼睛疾病中让人担忧的 可以说是前三名 很多民众担心 但是经过吴医生解说之后 我想我们还是多多注重我们的眼睛的保养 甚至保养我们的颈椎 吴医生今天也提供给大家很多很好的方法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最重要的是不要过度的担心 大家还是尽可能放松 我相信这样对你的病况还是有帮助的 好的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请记得留言订阅 同时多多分享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更加健康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MING PAO